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680一章 无敌 起 白骨魔踪李肖指尖一挑 一盏血淋淋的同灯横空而起 灯影窗窗 浮现出一扇虚幻的门户 有气息恐怖的魔神虚影杀出 惊天凍地 落 六丁仙山浮云子撒出一把金灿灿的豆子 刹那间 那些豆子化作九尊金甲立士 顶天立地 结为战阵 释放出滔天神威 撒豆成兵 灵 紫棋剑宗黄碑叶神色装束 掐之一隐 将 一道紫棋横空而起 碾碎云霄 那赫然是一柄古剑 剑柄镇刻子印两个迎头小字 剑气机设三万丈 同一时间 真武道门的陶如烧猛的张嘴一吐 轰 一口火红的道印盆空而起 正面镇刻天池两个道文 反面捞印着一幅日月星斗图案 当此印横空 疏而变大 化作一尊巍峨神月 轰然镇压而下 神火教顾东刘泽祭出一对四目的金色短戟 掀起信念天地的神宴 刹那间 六位爵士先军一起动用大杀器 毫无保留地施展出之强一技 那恐怖的一幕 让观战者无不有窒息绝望之感 汤与烟这等爵士先军都手脚发凉 心都宣在嗓子眼 换作是他 也需要全力拼命 才仅仅能够去和其中一位爵士先军对抗 而现在 六位爵士先军一起联手下狠手 那等危能 无疑太过恐怖 那沈墓注定要完了 这一瞬 那些先军脑海中冒出同一个念头 这还怎么打 谁又能去抗衡 也就在这一瞬 苏义一声闪笑 莫得探手一抓 哼 天地动荡 一道三尺剑气在苏义长肩凝聚 而后 他一身气势骤然一变 疏狂张扬 屁尿暗 一身威士直似绝士见风冲销 刺破苍穹 摇动兴汉 开 苏义一声清喝 剑风倒卷 四千银九天银河 垂落人间 哄 附近那被禁锢的徐空 轰然崩碎 霸道无边的剑气席卷之下 那由花鸣无寄出的大杀气无形阵虚塔 直接被劈中 安鸣震天 道飞出去 花鸣无可险 被那霸道的剑气击伤 身影 量枪 倒退 一半躯体都被撕裂 血肉模糊 同一时间 一道恐怖的魔神虚影朝苏义杀来 一掌之下 将虚空都拍得稀巴烂 而另一侧 皆为战阵的九个金甲力士也暴杀而至 气势汹汹 释放出一片刺目的金色神红 如天刀般斩落 苏义不闪不闭 随着他袖袍古荡 骏拔的身影上 骤然冲出一道剑气 防似万古精灵横移 壮碎魔神虚影 横扫九尊金甲力士 而苏义手持剑气 刹那间斩出两剑 一剑西去 挑飞由李霄寄出的那一盏血色铜灯 一剑尾夷 斩在陶如霜那一尊天之道印所化的威恶大山上 此山顿时四分五裂 轰然倾塔 便是神火叫孤冬流手持短脊趁机杀来 都被苏义一掌拍得倒退出去 刹那间 脸破无畏绝是先军的杀招 可就在这一瞬 一柄道剑直指苏义眉心而来 此印古剑 由子戚剑宗黄碑叶施展出来 剑风刺母 如电如光 带起一道长达三万丈的紫色剑气 任谁都看出 苏义已来不及闪避 也来不及去抵挡 因为黄碑叶这一剑 恰是趁着苏义出手对付其他杀招的时机次来 苏义没有闪避 他深邃地猛冷芒一闪 蒙得吐出一口气 吃 刺风雷击大 一缕剑气蹦扇而出 击在那紫印古剑的剑尖之上 顿时 惊天动地的碰撞声响彻 附近虚空骤人塌陷 苏义唇中吐出的一口气 竟一举抵住紫印古剑 针得此剑嗡嗡作响 趁此机会 苏义左手一抓 已将这柄古剑彻底镇压 一举震断和黄碑叶之间的联系 扑 远处黄碑叶可写 神色骇然 难以置信 这一剑 乃是他毕生最得意的杀招 名患子汽东来 曾被宗门那些先王赞不绝口 可谁能想象 正是这一剑 却被对方一口真气给挡住了 谁又能想到 对方随手一抓之力 就斩断了他和紫印古剑之间的联系 这家伙 怎会那般恐怖 这一刻 不只是黄碑叶 李肖 华明 吴等爵士先军也不禁心寒 他们都已动用杀手锏 可却依旧没能奈何对方 反倒被对方强势地破开他们的杀招 此剑道也不俗 那就以此剑 宋儿等上路 苏义之间一夫子应骨剑剑身 枪 剑银如潮 激荡九天 而后 苏义展开最强势的反击 再无保留 他身影凭空消失原地 下一刻 就出现在距离最近的花明吴身前 此 花明吴大鹤 催动五行阵虚印狠狠砸出去 苏义见风一扬 见意如超迸发 直接批飞那五行阵虚印 步步等招式用来 见风随之下沉 恰似神人批天门 一剑之下 花明吴亡魂大帽 刚欲闪避以来不及 只能选择硬汉 嗯 花明吴一身防御力量崩碎瓦解 如光雨般飘洒 而他整个人被屁的盗舍出去 身影上在半空 就出现一道出目惊心的剑痕 差点就被直接匹整两半 关键时刻 这位爵士先军捏碎保命幸福 发出一声不甘的嘶吼 被一片空间挪移力量带走 一剑 败爵士先军花明吴 那霸道的一幕在度震撼全场 远处观战者无不骇然 看向苏义的目光 简直如是神人 而苏义的身影 早已凭空消失 杀向另一个对手 不好 李霄色变 转身就逃 六位爵士先军联手施展的杀招 都被破掉 早让他意识到不妙 而目睹花明吴的惨状 更让李霄彻底胆寒 根本不敢再和苏义影拼 选择逃盾 可已经晚了一步 就听一阵枪枪如凤鸣的剑银响彻 无数密沙沙的剑气从天而降 这壁那片虚空 也将李霄整个人淹没在 狂暴密集的剑语之中 不 李霄惊怒 面颊铁青 疯狂抵挡 可瞬息间而已 他躯体以千疮百孔 出现无数血淋淋的剑痕 直似在遭受凌迟酷刑 这一下 李霄再不敢痴疑 只能捏碎保命信服 嗯 下一刻 李霄身影消失不见 就此被淘汰出局 同一时间 苏义的身影则凭空出现在 在神火轿的顾东流身前 挥剑一砸 哼 顾东流整个人像陨落的彗星般 狠狠砸在大地上 那霸道的力量 将他躯体都震出无数裂痕 骨骼不知断裂多少根 最终只发出一声悲愤的大叫 捏碎保命信服逃命 走 快撤 浮云子 黄碑叶 桃如山浑身发毛 全都施展压箱底的逃命秘法 苏义扬起手中骨剑 当空一顿 哼 玄境大道的奥义扩散而开 附近山河 顿时陷入一种诡异的静止状态 被彻底禁户 不好 浮云子则变 身影如泻泥沼 正与挣扎 一片剑气已从天而降 没想到 还被横穿着神孽之地 就要离开了 不甘心呀 浮云子溃叹 声音还在回荡 他早已捏碎保命信服 身影凭空消失不见 出乎苏以意料的是 黄碑叶和桃如双 两人动用的桃段秘术 极为了得 净轻而一举撕裂玄境大道的禁锢力量 瞬息间而已 两人就已逃得无影无踪 至此 六位爵士仙君 四个被淘汰出局 两个落荒而逃 汤雨烟呆滞在那 原本宣在嗓子眼的心泽悄然落回原处 内心掀起惊涛骇浪 一张玉蓉变幻不定 到了此时 他才终于意识到 自己渊源低估了沈墓这个语境仙人 甚至可以说 完全对沈墓的实力一无所知 一个能力压力为爵士仙君的语境仙人 传出去的话 整个仙级天下 何人敢相信 汤汉风等人也都呆若泥肃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这沈墓 会不会找他们算账 此时 在那战场之中 还剩下二十多个仙君 一个个像被粘在猪网中的虫子 任命挣扎也无济于事 这些仙君 来自不同的阵营 之前曾追随在那些绝世仙君身边 一起围堵苏义 而他们反应慢了一步 被玄境发在一举禁锢在原地 已来不及逃走 当苏义的目光看过来 那些仙君下的头皮发麻 肝胆欲裂 芒不点捏碎保命幸福 身影从这片天地间消失 彻底出局 动作那叫一个干脆利索 都不太迟疑的 这让苏义都不禁正了正 玄疾就明白过来 这些仙君都有保命幸福 故而宁可选择淘汰出局 也不会认输 毕竟认输的话 极可能就要付出一身的宝物 谁会甘心 更别说 没有了那些爵士仙君当靠山 仅凭那些仙君的实力 注定根本不可能在这凶险无比的 神孽之地中活下来 归根到底 这是天寿大会 不是生死战场 每个人都可以逃离这片天地 要想杀死他们 原本希望就不大 苏义有些遗憾 原本他还打算搜刮一些战利品 现在也只能作罢 枪 苏义抬手收起那一柄紫印骨剑 等了胆衣衫 便朝远处的汤雨烟等人行去 当看到他身影走来 汤雨烟猛地从那震撼的情绪中清醒 那张青燕美丽的脸庞已变得微妙而复杂 他红唇孽热 欲言又止 一时间 竟不知说什么是好 汤汉丰和那些仙君则坠坠不安 一个个低着头 不敢去看苏义的目光 思维恐苏义趁此就会 跟他们算账 还不等苏义开口 汤汉丰浑身一哆嗦 连忙战战兢兢攻身低头 羞愧且惶恐 道 沈木 之前是我眼拙 多有冒犯 还望你大人大量 别和我计较 我 我真不知道你原来如此厉害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 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682章 驱逐 眼见汤汉丰 低头道歉 其他仙君也诚狂诚恐道歉 根本不敢迟疑 见此 汤与烟内心莫名地感到很爽 这一路上 这些家伙叽叽歪歪 多次出言怂恿 要他丢下沈木不管 也让他内心很是郁闷 一直忍在心中 没有发作 现在 见他们全都低头 唯恐被苏语清算 汤与烟都不禁想说一声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苏语扫了汤汉丰等人一眼 道道歉就不必了 谢许小事而已 我从不曾放在心上 汤汉丰等人顿时松口气 可下一刻 就见苏语说道 不过 你们还是尽早离开天寿魔山为好 证人 汤汉丰惊道 沈木 你 这是何意 苏语淡淡道 从进入天寿魔山到现在 一过去二十余天 你们这一路上跟在汤与烟身边 可没出过多少力 和你们分道的战利品 可一次都少过 一番话 让汤汉丰等人脸色都变了 这沈木 竟敢指责他们是混吃混喝的累赘 汤与烟都不禁一政 苏语继续道 汤与烟已对你们人之以尽 若你们还算有些良心 就赶快离开吧 你们比谁都清楚 没有汤与烟 就凭你们的实力 早就被淘汰出局了 汤汉丰忍不住道 沈木 我们承认你身份尊贵 实力强大 可在之前的路上 你何曾出过力 你说我们是累赘 你之前的表现 何比我们更不堪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苏语笑起来 道 我本不愿计较什么 无非是想让你们尽早离开而已 和你们却非要计较 也罢 我就让你们彻底死心 汤寒风浑身一僵 战声道 你难道还想对我们动手 这何过和拆桥有何区别 其他人也色变 以苏语的实力 若要对付他们 简直不要太容易 一直沉默的汤与烟 也忍不住要开口 可旋即 他就愣住 就见苏语掌心一番 浮现出十多种各式各样的宝物 有染血的淋雨 巨大的利爪 血淋淋的妖兽手机等等 你们可还认得这些宝物的来历 苏语淡淡问道 看到这些宝物 汤与烟猛地想起许多事情 这一路上 他们历经多次近乎致命的凶险杀劫 可每一次都有经无险般闯了过去 像在魔血大湖 折伏着一头恐怖无边的血色凶琴 掌控空间法则 在挪一虚空时 足可轻易顺杀先军人物 当时 汤与烟都感到无比棘手 认为必将付出惨重代价 可谁曾想 那血色凶琴却像受到莫大惊吓般 呼地逃走了 完全出乎汤与烟他们的意料 可当看到苏语拿出的那一截染血的淋雨 汤与烟明白了 当时吓推那血色凶琴的 必是苏语 同样 汤与烟也认出 那巨大的兽兆 来自黑烟狼林身处的那一头 形似巨猿的妖魔 那血淋淋的妖兽手脊 来自白骨荒漠的一头黄金蝎兽 随着认出那是多种宝物 汤与烟都不禁正著 心潮起伏 这才意识到这一路的行动中 他们所遭遇到的那些可怕杀截 原来都是苏语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一一化解 而他们直至刚才还都全蒙在鼓里 汤寒风等人也傻眼了 他们哪会认不出那些宝物的来历 自然的 他们也终于明白 这一路上被他们视作作响其中的苏语 实则一直在帮他们排忧解难 这哪里是累赘 分明就是深藏工与名 一时间 汤寒风他们都不禁羞愧 无地自容 苏语收起那十多件宝物 道 你们可以走了 这一下 再无人敢反驳 一个个垂头丧气 捏碎手中信符 灰溜溜地离开了 汤与烟没有阻止 他何尝不清楚 在接下来的行动中 若再带着那些先军 势必会成为最大的累赘 更别说 这一路上 他做事公平 让那些先军分到了许许多多的战利品 远比其他参与天守大会的强者更幸运 残酷点说 以他们的实力 早在进入天上魔山身处时 就注定将被淘汰出局 走吧 先离开此地 苏语转身朝前方行去 换作以前 汤与烟必会心生抵触 毕竟之前的行动中 他一直是众人的主心骨 一切事宜都由他来决定 可现在 汤与烟下意识就跟了上去 很快 两人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这片天地 没想到 此次天守大会上 净出了沈木这样一号身藏不露的绝世罕人 暗中 呼地走出一群身影 为首的是一个身着赤色长袍的男子 两鬓斑白 眼眸锐利如鹰笋 费真 太叫绝世仙君 一个人 力压六位绝世仙君 这沈木的实力的确太可怕了 以前的时候 可从不曾听说仙界有这样一号人物 人们议论 惊疑不定 走 立刻去和翁长风师兄会合 不出意外 这沈木和汤语烟也必然是冲着那一座太荒秘境而去 费真做出决断 而我们 必须把今天发生在列空山的这一场大战的消息告知翁长风师兄 众人心中凛然 揭答应下来 沈木 一个声明不显 深藏不露的绝世喊人 今天不止力压六位绝世仙君 还获得了一件疑似太景仙堡的造化 这等大事 的确必须尽快让翁长风师兄知晓 同一时间 在列空山附近其他区域中 陆续有潜藏在暗中的身影出现 而后朝远处挪移而去 无疑 那些身影都目睹了刚才那一场大战 再不敢在这片区域中逗留 天兽摩山外 天兽大会拉开帷幕至今 已过去二十二天 那巨大的道场上 早已汇聚着许许多多被淘汰出局的先军人物 上千位先军 已出局整整八百三十人 云命十五人 这次的竞争可远比以往残酷许多 一位先王清语 不出意外 那些先军中的绝世人物 应当都已杀进天兽摩山深处 接下来的竞争 才最激励和残酷 不过 眼下还无法判断出 谁能在最后博得此次天兽大会的第一名 以我看 第一名必然是龚南风 早在五天前 他已杀进神涅谷的 那可是天兽摩山深处最凶险的禁地之一 一位先王言之凿凿 呵 不到最后一天 可莫要忘下定论 不错 像翁长风 费珍 楚八天等堪称绝世的先军 在此次天兽大会上 也都显露出足以惊世骇俗的风采 这场中大半的先军人物 都是在抢夺机缘中 摆在他们手底下 听到这样的议论声 场中那些被淘汰出局的先军 皆神色黯然 心中很不适滋味 可他们不得不承认 和那些爵士先军相比 他们的确差了一大截 可有那个沈墨的消息 忽帝 一位先王问道 天兽大会刚开始的时候 沈墨一举淘汰了不少厉害的先军 给在场许多大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沈墨也被视为一匹横空杀出的黑马 另一位先王神色古怪 道 最近一段时间 这沈墨一直跟在汤语烟身边行动 被他淘汰的对手 为零 此话一出 许多大人物不斤错恶 最初时 沈墨不是很厉害吗 一举淘汰了多个对手 怎么最近一段时间 表现竟这般平庸 我还当他是一匹黑马 没想到 终究还是泯然众人意 加入汤语烟的阵营行动 必然是被汤语烟的锋芒掩盖住了 如此对比 这沈墨还是逊色了爵士先军一筹 人们议论片刻就不再关注 这半个月里 在天守大会上大放一彩的爵士先军实在太多 相比起来 在那些大人物眼中 沈墨已完全黯然失色 不值得再留心关注 唯有汤灵起神色古怪 汤语烟的锋芒 烟可能掩盖住苏语 就在此时一阵剧烈的空间涟漪泛起 一群先军身影跌落在道场中 要么躯体崩碎 只剩下神魂 要么躯体残破染血 遭受重创 模样都很凄惨 场中顿时轰动 哗然四起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这些先军在同一时间遭遇了可怕的杀劫 还不等人们反应 接下来的时间中 剧烈的空间波动不断涌现 一个又一个先军的身影挪移出来 全都遭受重创 浑身躺血 这些被淘汰的先军在返回后 都嘶声痛叫起来 神色或悲愤 或惊恐 祸不干 那一幕幕 让在场那些先王都无法淡定 该是遭遇了何等可怕的杀劫 才会让如此多先军 差点一命呜呼 不得不借保命幸福逃命 很快 爵士先军 花明吾出现了 躯体差点裂开 劈头散发 一下子 全场震动 一位爵士先军 都差点被杀 而这并不算完 紧跟在花明吾之后 李孝 扶云子 顾东流 扶云子 李孝 顾东流三位爵士先军 陆续出现在这巨大的道场中 模样一个比一个凄惨和狼狈 身上的伤势也一个比一个惨重 当看到这一幕 连在场那些先王都被惊到 难以置信 这究竟是遭遇了何等恐怖的杀劫 才在如此短时间内 让那些爵士先军都差点身陨盗销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 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683章 成神之谜 原因很快被问了出来 只是真相 却让所有人都愣住 一时难以相信 不是遭遇了可怕的杀劫 也不是遇到了阵容可怕的竞争对手的围猎 而是 全都惨败在了一个人手中 沈穆 那个之前还被许多先王忽略了 一个角色 却在猎空山附近 以一起之力 横推一切离 六位爵士先军联手 都被他强势镇压 这样的真相 简直石破天惊 让在场所有大人物都为之震颤 倒吸凉气 太凶残了 天兽大会进行到现在 最受瞩目的龚南风 翁长风等爵士先军 都不曾搏杀出如此喧赫彪秉的战绩 换而言之 这绝对称得上是天兽大会进行到现在 最不可思议的一场大战 一个人 就力压全场 横推无敌 这沈穆可着实了不得啊 有先王楠楠 汤道兄 这沈穆究竟是什么来历 有先王目光看向汤金红 顿时 许多大人物的目光都看了过去 谁都清楚 这沈穆是通过古族汤士的关系 才参与到这一次天兽大会中 汤金红内心也震撼不已 嘴上则苦笑道 不瞒诸位 老朽也不清楚 那位沈穆倒有身份颇为神秘 疑似是从仙界一处不可知的 世外净土中走出 不可知之地 世外净土 顿时 在场那些大人物浮想连篇 汤林奇心中则差点笑起来 金红老祖说起假话来 还真是有鼻子有眼 毫无破绽 不过 如此也好 把苏毅所办的沈穆和不可知的 世外净土联系起来 哪怕被那些大势力查探 也注定找不到线索 很快 有人沉声开口 谈起一件事 那裂空山上 真的出现了一件太静仙宝 太静仙宝 这等宝物 在整个仙界都近乎已找不到 足以让在座那些仙王疯狂争抢 之前 也没人能想到 在此四天兽大会上 竟会出土这等了不得的造化 按他们的描述 那一张金色兽皮的确很像是太静仙宝 一位仙王沉声道 一时间 那些仙王神色各异 各怀心色 汤灵其心中一灵 一时到不妙 一件太静仙宝 足以让那些他族仙道之巅的帝君都心动 更何况是在场那些仙王 而今 这样的之宝落入苏义手中 无疑会被那些仙王盯上 当天受大会落幕时 还不知会招惹来多大的麻烦 所谓匹夫无罪怀避其罪 便是如此 若真是太静仙宝 燕可能会被一个仙君降服 莫的 汤金红冷笑开口 各位若见识过太静仙宝的威能 自然清楚 别说是仙君 就是如同我等这样的仙王 都很难降服那等宝物 此话一出 引来不少复合生 的确 太静仙宝未能其大 连仙王都无法掌控 但不可能会被仙君降服 不管如何 那金色兽匹必然是一件了不得的瑰宝 哪怕不是太静仙宝 也必然远非仙王及宝物可比 一位仙王沉生道 或许 等那沈墓从天兽摩山返回后 只需看一看那件宝物 便可真相大白 汤金红脸色一沉 冷冷道 你堂堂一位仙王 却惦念一位仙君所获的机缘 不嫌害臊 那位仙王顿时语色 神色阴晴不定 汤金红目光扫射全场 道 此次天兽大会 由我汤家担当东道主 我把话先料在这 但凡参与到天兽大会的仙君 无论获得怎样的造化 都属于他们自己 不容他人寄予何染指 否则 就是和我汤家过不去 声传全场 置地有声 这就是在表态 不允许其他人去 寄予苏裔所获的那桩造化 见此 汤灵奇暗松口气 金红劳族此举 无疑最为稳妥 也能帮苏裔避开 许多麻烦和灾祸 不过 汤灵奇同样清楚 在场有些仙王人物 怕是不可能就此罢手 毕竟 若苏裔所获得的造化 真的是一件太近仙宝 那些仙王势必都会出手抢夺 甚至会引发一些举头势力 掺和进来 还好 此次苏道友 是以沈穆的身份出现 早已改变容貌 不至于被人识破真面目 等天寿大会结束 就第一时间送苏道友离开 省得惹祸上身 汤灵奇心中暗道 天圣魔山 神孽之地 一座偏僻的山坳中 苏裔坐在唐椅中 正在凝视手中的金色瘦皮 此物质地柔软如绸缎 有半只大小 表面流淌着如乌尾式的金光 瑰丽而神秘 沈兄 这真的是太近仙宝 一侧 汤雨烟忍不住问道 不错 苏裔微微汗手 可惜 此宝的本源力量已快要消耗殆尽 派不上多大的用场 说着 他愧然一叹 他一看出 此宝一落世间太久 历经漫长岁月的侵蚀 本源力量早已濒临干涸 岁月无情 木头会腐朽为灰尘 人会化作枯骨飞灰 这世上万物 在岁月流转中 都很难永恒长存 自古美人如名将 不许人间见白头 宝物也不例外 这张金色兽皮 明显存世已久 极可能是从百万年前的太荒时期就一落于世间 能够严存到今天 已实属难得 那你可看出 此宝藏着什么秘密吗 汤雨烟再问 且容我看看 苏裔说着 已分出一缕神石 探入其中 哼 瞬息 仿色回到太荒时期 无数光怪陆离的画面 在脑海中浮现而出 旋即 画面拉扯 出现一座晴天而立的神山 风雪漫天 一个瘦削的白衣男子驻足山巅 男子身影挺拔如枪 四半是主宰般 俯瞰天地 男子一侧 立着一个怀抱长毛的黑衣老者 如老奴般拱着身子 事到如今 本座已大概推断出 诸神之所以阻止 我被登陵封神之路 无非两个原因 其一 怕被威胁到自身地位 从那高高在上的神座跌落凡尘 其二 怕轮回再现 彻底剥夺 由他们执掌的纪元秩序 白衣男子毛子中 浮现一抹不屑 主上 我们 真的要和诸神宣战吗 一测 那宛如老奴般的黑衣老者开口 不是我和他们开战 是他们不容我成神 白衣男子 眉梢浮现一抹浓郁杀鸡 可笑的是 他们竟妄想收我为奴仆 遵封他们为主 承担他们在世间行走的神使 简直太小觑 我落昌宁 主上 可您此次若有去无回 便有去无回 白衣男子 与气决然 那成神之路 我早已窥破 眼下所缺的 无非是一个机会 一个人神火 凝神阁的契机 若我不死 他是归来时 必是神境 若一去不回 无非一死而已 何足俱灾 说着 白衣男子扭头 看向那黑衣老扑 我走之后 你来镇守裂空山 黑衣老扑浑身一震 眼眶泛红 道 主上 真的已别无选择了吗 白衣男子摇了摇头 而后 他取出一块金色的兽皮 递给黑衣老扑 这块云泽明空瘦的兽皮上 记载着成神之密 切记 以后你只有 他足太静时 才能去参悟 说到这 白衣男子叹道 当然 若以后岁月中 成神之路 彻底从世间消失 你就是有机会 参悟到其中奥秘 也再没有机会成神 行了 我该走了 说吧 白衣男子身影冲销而去 哄 当他来到天穷深处 身影呼地燃烧起来 一股恐怖的气息之中 天穷深处 轰在一道神秘无形的门户之上 那片天穷随之出现无数力痕 似要塌陷般 可很快 一片厚重的节云涌现 禁忌般的灾界力量 在天穷深处阴云 映现出一道又一道气息 恐怖神秘的伟岸身影 骆昌宁 你终究是走上了不归路 妄图点燃神火 冲击神位 当周 现在收手 还来得及 一道又一道大鹤 从节云深处传出 那些气息恐怖的神秘身影 皆杀其疼疼 何谓神境 无非是比仙道更高的一条道徒罢了 而当还真把自己当作执掌诸天的主宰了 白衣男子一声大笑 躯体如燃烧的烈日 朝天穷伸出杀去 哄 惊天动地的爆炸响彻 苏毅所看到的这些画面顿时崩碎 化作无数碎片消失 紧跟着又一幅画面映现出来 这一幅画面 重斥崩坏 动荡 血腥的景象 浩浩荡荡的天洁力量 泼满天穷 像倾盆大雨般轰然垂落而下 许许多多大族仙道之巅的恐怖身影 皆遭受到天洁的打击 或哀嚎大叫 或悲痛嘶吼 或愤怒咆哮 可最终 皆陆续在那浩劫之下陨命 那景象太惨烈 血与庞陀 天地同悲 肆虐的浩劫力量 一如神伐 将那世间的太景强者无情图露 那从笑命在白衣男子身旁的黑衣老奴 也在其中 他满身是血 性命垂危 艰难的抬眼望向天穷深处 那里劫云覆盖 雷霆汹涌 而在劫云更深处 映现出一些神秘而恐怖的伟岸身影 主上 老奴终究还是没能等到您成神归来 黑衣老着声音沙哑难难 但老奴相信您一定还活着 旋即 他的身影被浩劫淹没 轰然崩碎 行神俱灭 画面至此 骤然消失不见 苏一手捧那张金色兽皮 眸光明灭不定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684章 神明的根教 苏语内心的确很震撼 之前看到的那两个景象 皆称得上惊世骇俗 太荒时期 一个名叫洛昌宁的太境人物 增点燃神火 冲击神位 引来诸神联手组结 按照洛昌宁所言 他已洞察到成神之密 只占一个契机 就能燃神火 凝神阁 登上成神之路 可诸神却不允许这一切发生 仅仅只表态 要收落常宁为神使 洛昌宁拒绝 强行去冲击神位 以至于最终遭结 洛昌宁最终是生是死 苏语不清楚 但他肯定的是 自那以后 洛昌宁不曾再出现过 这从那第二个景象中 就能看出端倪 那时候 天地间席卷一场浩劫 将是间一个个登临仙道之巅的太景人物 屠戮 天地动荡崩溃 血雨滂沱 而从效命在洛昌宁身边的黑衣老仆 也在这一场浩劫中殒命 临死前都在为没能等到洛昌宁归来而遗憾 那一场浩劫中 同样有诸神的影子出现 而针对的便是这世间的太景人物 诸神为何要这么做 难道真如洛昌宁所言 诸神在害怕 苏语想起 洛昌宁曾说的那番话 诸神怕被威胁到自身地位 从那高高在上的神座跌落凡尘 他们也怕轮回再现 彻底剥夺由他们执掌的纪元秩序 苏语陷入沉思 王爷生前 也曾耗费漫长的岁月去探寻成神之路 甚至为此曾闯入纪元长河 前往不同的纪元未灭 最终 王爷的确打探到许多有价值的线索 神境的确存在 这条道徒凌驾于仙道之上 唯有踏足神境 才能行走于纪元长河之上 跳出纪元更迭的枷锁 一如永恒不朽 故而 这等存在被称作神明 神明 执掌纪元规则 于诗人眼中 就如同执掌天道秩序和铁律的主宰 神明 无惧纪元更迭 岁月侵蚀 故而 他们所掌握的力量 可以凌驾于不同的时代和纪元文明之上 正因一如永恒不朽的存在 故而 他们的影响力 可以贯穿过去 尽是 未来 可撇开这些描述 所谓神明 实则就是一群踏足神境的修行者罢了 他们所参悟的是纪元法则 无惧世事更迭 才会被世人形容为永恒般的主宰 王爷生前 就曾查探到 踏足神境者 之所以能够那般强大 核心就在于 他们从纪元法则中凝聚了神格 铸就了神位 而这也就意味着 一旦神明所拥有的神格被夺 神位被取代 就会被打落凡尘 出此 王爷曾从诸多古老的遗迹和线索中推断出 在神境层次 神格和神位是有限的 原因和纪元掌合有关 纪元长河中分布着大大小小许多纪元文明 每一个纪元文明所蕴含的秩序法则 只能让一小撮人凝聚神格 铸就神位 而这一切也就意味着 神明的数量是有限的 其他人要想正道成神 势必会威胁到那些早已成神的强者 毕竟 宁敛神格和铸就神位 都需要从纪元法则中入手 而纪元长河上大多数纪元法则 早已被那些早已成神者执掌和占据 谁会甘心拱手相让 这就如同登山 山巅的位置就那么一小片 早已沾满了登林绝巅之人 后来只要登上山巅 即占一席之地 势必会遭受到排斥和打压 回忆起这些往事 苏伊顿时就明白 洛昌宁那番话的意思 若有人一旦成神 必会威胁和冲击其他神明 而轮回力量的威胁则更恐怖 能够彻底剥夺那些神明 所掌握的纪元秩序 对那些神明而言 他足太静的修行者 一直差一步便能成神 故而威胁也最大 或许也正因如此 才会发生那一场针对太静人物的浩劫 苏伊想到这 呼地想起当今仙界 那些早已躲起来的太静强者 像太清骄的血小子 太一骄的江太厄 乃至于碧海仙宫的时空帝君等人 都早在很久以前就躲藏起来 隐世不出 至今不敢在外界冒头 原因就是要躲避神祸 而按照天算则那老家伙所言 那所谓的神祸 又被称作天人武帅之杰 针对的就是踏足太静的角色 会否 这所谓的神祸 和那曾发生在太荒时期的那一场浩劫一样 都出自诸神之手笔 苏伊陷入沉思 而眼见他久久不语 汤语焉禁不住道 沈兄 你究竟发现了什么秘密 苏伊顿时清醒 道 这张金色瘦皮 乃是云泽明空瘦的瘦皮 出自一个名叫若长宁的太静人物之手 苏伊严谨一概 把自己看到的那两个不可思议的景象 告诉了汤语焉 得知这样的惊世密心 汤语焉不禁震汉 整个人愣在那 诚然 他是当时顶尖层次的绝世仙君 可牵扯到神明 神祸这样的密心 对他而言依旧太过遥远 亦如传说般遥不可及 可他却清楚 太静人物是何等了不得的存在 每个都是屹立在仙道之巅的通天大能 而当获悉 那太荒时期的太静人物都被诸神无情震杀 可想而知对他的震撼是何等之大 虚久 汤语焉道 这么说 这张寿皮内 真的藏有成神之密 苏伊道 成神之路都已消失 哪怕洞察到成神之密 也注定不可能有机会成神 说着 他将那金色兽皮递过去 你可以自己看一看 汤语焉顿时手足无措 万没想到 苏伊竟会如此痛快 直接要让自己观摩那金色兽皮上的秘密 还是算了 汤语焉摇头 这等秘密 与我而言太过遥远 了解的越多 反倒会影响我的道心 苏伊没有勉强 这金色兽皮内 的确藏有一道秘印力量 不出意外 那必然是洛昌宁口中的成神之密 不过 对苏伊的吸引也不大 仅论修为 他如今的修为 远逊色于汤语焉 距离太近 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而参悟成神之密 前提的拥有太近修为 这手皮虽是太近仙宝 可本源力量快要消耗殆尽 也只剩下其中蕴藏的成神之密有价值了 苏伊按道 他收起那金色兽皮 长身而起 走吧 当即 两人再次启程 路上 汤语焉好几次欲言又止 这让苏伊不由好笑 道 有什么但说无妨 这性情孤傲要强的女人 在面对自己时 竟一下子变得顾虑重重 这是苏伊没想到的 汤语焉吻了吻心神 道 那我就直说了 当初在善魔河之判 你曾前往追击楚霸天 莫非他 不错 他已被我活亲 苏伊坦然道 之所以隐瞒此事 无非是不想让此事 牵连到你们汤家 毕竟这丝的曾祖 乃是楚神童楚老二 汤语焉纵持早有心理准备 当得到苏伊如此坦然的答复 也不禁道惜良气 活亲一位爵士先军 这在天寿大会上 和远比打败一位爵士先军更难 无疑 在收拾楚霸天的时候 对方都来不及动用保命信服 就已经被沈牧镇压 玄吉一个疑惑涌上汤语焉心头 沈牧为何要活擒楚霸天 不过他失去的没有追问 而是说道 若我所料不错 你应当就是那个 那个 他吞吞吐吐 苏伊却明白了 道 不错 顿时 汤语焉争大美眸 道 你真的是那个苏伊 苏伊 数月前 曾在第七天馆怒斩四位先王 废掉镇首 时审轻时 一股脑将异域魔族阵营的六位魔王 全部灭掉 那等耀眼的战绩 早已轰动天下 传遍仙界四十九州 引发不知多少波澜 怪不得 汤语焉男男 他其实早已揣测出一些端倪 毕竟 禅文中的苏伊 同样是与静修为 同样曾阵沙堪比爵士先军的魔侯淫北武 当看到苏伊在列宫山之前 以一己之力 连拜那六位爵士先军时 汤语焉就已心生怀疑 而现在 得到苏伊肯定的答复 汤语焉也终于明白 为何在最初见到苏伊时 无论是汤堡 还是七叔汤灵起 会对苏伊的来历守口如瓶了 可笑的是 自己之前却被一只蒙在鼓里 对苏伊不假辞色 活动不满和排斥 想一想 汤语焉就浑身不自在 汗言不已 对了 你就不怕我把消息泄露出去 汤语焉抬眼看向苏伊 你会吗 苏伊反问 汤语焉一正 摇头道 当然不会 苏伊笑道 那有什么可担心的 汤语焉了了一声 一时也感觉自己的问题很多余 不过 能被苏伊这本坦诚地告诉这些秘密 这种被信任的感觉 还是让汤语焉心中极为受用 美滋滋的 他心中暗道 眼下除了宝和七叔之外 我应该是第三个知道苏伊秘密的人吧 这可太有意思了 交谈时 两人渐行渐远 两天后 苏伊和汤语焉穿过神孽之地 来到一片枯寂 荒芜 毫无生机的灰暗天地间 远远的 有着一座石柱晴天而立 在这空旷的天地间显得尤为惹眼 而那座从太荒拾其严存下来的秘境入口 就位于那座石柱前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685章 我来掀桌子 那座石柱晴天二立 布满岁月斑驳的痕迹 石柱前方 是一座破旧贪痞的道坛 这座道坛行似莲花之壮 塌陷了一半 同体若木般漆黑 还染着一块块干涸的血渍 此时 在这座道坛远处 立着数十道身影 这些身影分成了不同的阵营 而为首之人 皆是此次天守大会上最受瞩目的爵士先军人物 有太清教的龚南风 残百里 太一教的翁长风 费针 莲花寺的桌云 他们立在不同的区域 彼此遥遥对峙 气氛剑拔弩张 诸位 这么干好下去也不是办法 为何大家不能先合作 一起去参悟那座道坛的秘密 待打开那一道通往太荒秘境的入口 再一起联手进入其中探寻机缘 岂不美哉 桌云宝像庄严 眉目间尽是温和之色 合作 呵 异想天开 翁长风冷笑 现在合作 等进入那座秘境之后 同样要分出胜负 既如此 现在就一决胜负最好 他身影健硕 一袭蟒 面容冷峻 手握一杆银灿灿灿的战阁 浑身气息通天彻地 在太医教 翁长风无疑是最要演的绝世仙军 没有之意 连那座太荒秘境中究竟藏着什么都不清楚 就要打得杀杀 是不是太鲁莽了 龚南风淡淡开口 他一袭道袍 面如关玉 背负一口剑侠 风采卓绝 早在天兽大会开始之前 他就被许多先王看好 一致认为他最有希望成为此次天兽大会的魁首 你龚南风若是怕了 可以现在就走 翁长风冷冷道 怕 龚南风眸光湛然 浑身隐然有佩然的灵力气息涌动 若真发生混战 我敢保证 你翁长风必会被淘汰出局 气氛愈发压抑 空气都似乎要冻结 这些绝世仙军 一个比一个屁腻自负 皆是当时最顶尖的翘楚 又怎会不清楚 若此时发生混战 注定对谁都不利 可谁也不打算退让 谁都想第一个进入那台荒秘境 可谁都清楚 无论谁第一个去参悟那座道坛的奥秘 便会遭受到其他人围攻 之前 龚南风就曾遭受到围攻 他是第一批抵达的强者 正在参悟那座道坛的奥秘 并且已有所收获 快要将其中的奥秘全部破解 可谁曾讲 随着其他绝世先军抵达 毫不忧郁对他大打出手 以至于不得不放弃 抽身而退 有了龚南风的例子 谁还敢贸然去尝试 以至于 局势就这般僵持下来 难道你们要这般一致对峙下去 卓云很无奈 翁长风道 我说了 先定个规矩 分出胜负 如此一来 就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流血冲突 事情自然可以迎刃而解 说着 他一声冷笑 不屑道 可很显然 你们之中 不少人抱着浑水摸鱼的心思 不敢进行这样的对决 一些绝世先军的神色有些不自在 的确如翁长风所言 这些绝世先军自存一对一对决 但不是翁长风的对手 怎可能会答应 别说其他人 卓云和尚就态度坚决地反对 他来自莲华寺 可却仅仅只一人 不像其他绝世先军 身边起码还有一些帮手 对卓云而言 大家能抛开城界 一起合作无疑是最好的 可惜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较 也已注定这样的僵持局面 很难发生扭转 这时候若来个仙桌子的人就好了 卓云一声窥叹 局势为何会僵持 归根到底 是在场众人彼此之间的实力差距并不大 谁也不敢贸然打破这种局面 否则 一旦强出头 必会被其他人围攻 听到卓云的话 众人都直接忽略了 而想要掀桌子 起码也得拥有掀桌子的底气和能耐才行 在这等局势下 龚南风这等绝世先军都遭受过围攻 不得不退让 更何况是其他人 就在此时 一道淡然的声音响起 既然尔等僵持不下 那就由我来掀桌子吧 声传天地 在一众惊恶目光注视下 就见远处天地间 略来两道身影 一男一女 正是苏义和汤语焉 沈墓 那家伙果然来了 有人吃惊出声 师兄 就是那沈墓在裂空山附近 丽雅六位爵士先军 抢走了一块疑似太景仙宝的金色兽皮 翁长风身旁 费针飞快开口 场中骚动 人们的神色悄然发生变化 两天前 沈墓在裂空山里 压六位爵士先军的事迹 早已传到他们耳中 到现在 他们谁还能不知道 此次天守大会上 出了沈墓这样一个局势喊人 阿弥陀佛 原来是沈道友 卓云顿时露出欣喜的笑意 七手合十 主动建立 今日之局势 若能由道友一手打破 必成事件一双佳话 是吗 翁长风眸光冷冽 我可不相信 他一个人 能经受在场所有人的围攻 这番话 说得很保守 俨然是想把在场所有人 拉到同一阵营 去威胁苏裔 不过 许多人也早有此意 纷纷复合出声 不错 无论是谁想第一个进入那座太荒秘境 都得先问问我们答不答应 丽雅六位爵士先军 的确很厉害 但若说能在今日的局势中先桌子 明显是痴心妄想 无疑 那些爵士先军对苏裔都很忌惮 可忌惮归忌惮 他们断不可能因此让步 而是选择了联合 将矛头指向苏裔一人 对此 苏裔只笑了笑 懒得辩驳 他迈不来道场间 吩咐汤与烟在一侧等候 而他则目光一扫四周证人 道 无须废话 谁不服 仅可以动手 话语随意 却霸气十足 一些爵士先军都直皱眉头 这沈梦 究竟哪里来的底气 竟敢一人向他们所有人宣战 龚南风择呼地问道 阁下莫飞真的抢到了一件太景仙宝 这句话 顿时转移证人注意力 勾起了他们的好奇 苏裔批了龚南风一眼 道 打败我 我就告诉你 龚南风眉头微皱 这才深刻意识到 这沈梦远比他想象中更强势 而苏裔越是如此强势 反倒越是让在场那些爵士先军忌惮 毕竟 这是一个能力压力为爵士先军联手的存在 认识甘小觑 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汤与烟都不仅为苏裔的气魄和风采新哲 叹为观止 在场之辈 哪个不是被外界那些先王看好的耀眼人物 像龚南风 翁长风等人 更是被视作有希望成为此次天兽大会魁首的角色 可在此刻他们的风头完全被苏裔一人所压盖 在座之辈竟无一人敢应战吗 苏裔问道 声音中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失望 这番话让许多人心中不舒服 当即就有一位爵士先军呵斥道 沈木 你修摇目中无人 真当我等是摆设了 于林峰 黄亭摩山爵士先军 虽然身份稍训在场那些巨头势力的爵士先军 和实力却一场强大 否则 也无法和在场其他爵士先军对峙 刷 苏裔身影凭空消失原地 下一刻 他仍已杀到于林峰进前 徽掌拍抽 轻描淡写 于林峰并未惊慌 他在说话时 就早有准备 眼见苏裔杀来 第一时间全力出手 哼 一重重璀璨耀眼的血色神环在他身上涌现 足有九重 仿似九重血色欲界 彼此叠加 横挡身前 九欲法界 于林峰牙箱底的志强防御秘术 一经施展 足可抗住当时任何先军人物的权力功法 坚不可摧 同一时间 他屈肘挥拳 一身七级轰鸣 狠狠砸出 一手一弓 弓手兼备 难得的是 于林峰反应神速 出手老辣 让许多人都不禁刮目相看 为之邓荣 可下一刻 所有人的神色凝固 就剑在苏伊那轻描淡写的一掌之下 哼 一道宛如血色欲界般的神环顿时像纸壶般崩碎 而随着苏伊这一掌拍落 一重重血色神环炸开 产生密集如古典般的暴明 血光飞溅 到最后 于林峰那一拳才堪堪打出 他身上施展出的志强防御密法 九一法界就被拍得稀巴烂 整个人都被这一掌拍飞出去 砰 他胸膛覆盖的防御法器都崩碎 凹陷下去一大块 口鼻喷血 整个人跌落在数十杖外 塞得灰头土脸 狼狈不堪 一掌 重挫绝世先君于林峰 那轻松的姿态 只似抬手拍飞一只苍蝇般 这一幕 当即震撼全场 众人无不吃惊 脸色顿变 好强 一言不发 直接出手 刹那间而已 就破掉于林峰的志强防御之术 将其挫败 这简直太可怕 之前 人们对苏伊丽亚六位爵士先君的战绩 还心存一丝狐疑 可现在 这一丝狐疑也荡然无存 在看向苏伊时 所有人的神色都已泛起一抹凝重 便是龚南风 翁长风这些最受瞩目的绝世先君 也都心中震动 凛然不已 苏伊拍了拍手 倒还有谁不服 仅可以站出来 顿了顿 他目光扫失在场众人 当然 我建议你们最好一起上 以免浪费时间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686章 动天焚世经 众人神色明灭不定 这什么太强势了 一掌挫败于林峰之后 直接向他们在场所有人宣战 所有人都感到 尊严在遭受严重的挑衅 内心愤怒 看向苏伊的目光也变得不善起来 卓云呼得到 贫僧退出 啥 所有人目光都看向卓云 颇为恶然 似没想到 莲华寺这位下手狠辣的黑心和尚 卓云 你修的不是一颗无畏金刚心吗 怎么现在却第一个怂了 翁长风骤美 讽刺出声 卓云宝相庄严 正正说道 无畏 不意味着无知 贫僧自存不是沈默道友之敌 自当退避 说着 他露出悲天悯人的神色 看着翁长风 道 道友 听贫僧一声劝 你也退吧 翁长风 他气得差点笑出来 这兔驴 自己怂包不说 竟还劝他也退避 简直丢人现眼 我也不会参与 这时候 汤鱼烟语气清冷开口 当然 我也不会驱帮沈木 不想扫了他的兴致 证人 汤鱼烟该对沈默多自信 才敢说出这样一番话 还有谁要退出马 苏宜问道 领出酒壶 清敏了一口 无人应答 人们的神色皆因情不定 这实在让人感到憋屈 一个人而已 就打破了他们之前僵持不下的局势 直接对他们所有人发起 这让谁能不气愤 既如此 你们快一起上吧 我赶时间 十个坛纸内 若无人出手 我就当你们认输了 苏宜淡淡倒 到那时 谁若敢再出手 我保证 必严惩不但 一下子 场中炸开锅 调心他们不说 还对他们下达最后通牒 那就一起上 给他一个教训 太行叫岑白里冷冷开口 好 早该如此了 其他人陆续出声 皆杀气疼疼 且慢 莫地 龚南风开口 耳灯且等一等 我一个人去会会他 一时几起前层浪 全场哗然 谁都没想到 龚南风会在此刻 选择单独去对决 师兄 岑白里皱眉 正要劝阻 龚南风白手阻止道 我赢得起 自然也输得起 说着 他一炮飘荡 一脉不走出 那圈昂修长的身影 仿似一座孤窍的山峰横移 带给人 众人接震动 被龚南风此刻 显露出的气魄精道 这家伙 倒也值得那些先王 人物一致看好 谨论风谷 就已非其他人可比 汤雨烟心争轻雨 苏义也有些意外 不由深深看了龚南风一眼 道 身为神物山公是一族后裔 既有如此拗骨 一句话 让那些太清教的人顿时皱眉 这家伙什么意思 对他们太清教有看法吗 龚南风眼眸微眯 道 我既是公是后裔 也是太清教传人 你这样的问题 未免多余 苏义我了一生 道 据我所知 仙云时代以前 公是一族和太清教之间 可是同水火 试不了 在场许多人冷笑起来 这家伙是真不知道 还是在装糊涂 天下间谁不清楚 先允时代那一场浩劫中 太清教曾挽救 公是一族于水火之中 苏义没有理会这些 他只静静看着龚南风 龚南风皱了皱眉 道 无需拖延时间 我只问你 敢不敢与我一决 苏义不再废话 道 出手吧 哼 龚南风一步迈出 天地摇晃 在他周身 有着刚至强的璀璨 法则力量抱有而出 演化为一 龚南风手握长刀 一身气息顿变 灵力肃杀 锋芒绝世 不少人眼前刺痛 平生心 最令人吃惊的是 在龚南风身后 映现出十座洞府虚影 化为魂元的神环 每一座洞府 分别映现出一头 金屋神秦的虚影 阵之掀起万丈 荣江火焰 轰隆 随着那十座洞府 循环转动 附近虚空都扭曲塌陷 一股焚天灭地般的 绝世神威 随之激荡九天十地 洞天焚世经 光是一族至高传承 据说这部古老的道经 曾被永夜帝君 亲自以无上智慧进行改善 直指传说中的太景之密 端得是夺尽造化 傲妙无穷 有人动容 惊叹出声 场中也一片骚动 此刻的龚南风 威势实在太强 那种锋芒 知似要捅破天穷 修炼出了十洞天马 苏裔眼神微妙 这龚南风倒的确拥有绝世之字 只可惜 如今却在为太清教效命 他心中暗叹 轰 龚南风汉人出击 挥刀斩来 十座洞天轰铭 爆发出无尽火光 伴随着那爆裂的刀翼 轰然斩落 那一瞬 虽空都似被熔裂 万象汹汹燃烧 父亲那些先军 无不远远退避 惊出一身冷汗 面对这一刀 苏已不闪不避 神色骨颈不拨 唯有右手抬起 掌指如刀 横空一切 吃 看似轻描淡写的一记 却有无坚不摧之事 切断长空 也把龚南风 斩来的一刀切成两截 咔嚓 暴明震天 汹涌火焰四分五力 不远处 龚南风的阴味 都被这一切支力扫中 化作碎块飞散 他脸色未变 在先军层次 他早已含有对手 当全力出手时 足可让在场 那些绝世先军退避 不敢应 可现在 紧紧一击之间 对面的沈默 就破了他这墙的一刀 这让他如何不惊 焚穷 龚南风一声大喝 威势欲发可步 又是一刀斩出 那一瞬 似有浩浩荡荡的 戎江火海席卷长空 无边霸道的道义 只似要炼掉这片天地 可这等一刀 再次被苏义徽长破掉 根本无法撼动苏义分毫 一下子 全肠所有人心颤 无不吃惊 卓云都不禁后怕 暗道 还好上次我败在他手底下时 直接认栽了 若是拼命 怕也会 分空 龚南风大鹤 他穷尽全力 完全将胜败抛之脑后 一身精细神全部集中 心神如一 惊悟八吉 哼 瞬息间 就见龚南风 直死化作一尊指掌天刀的战神 挥刀之间 火焰掠空 霸裂狂暴 而在他身后 十个洞天虚影隆隆轰鸣 喷薄神艳 隐约间更有金乌提名之音响着天语 这一刻的龚南风 的确当得上绝世二字 可惜 他的宫是在苏义面前 却四清风拂灭 根本没有任何威胁可言 原因无他 龚南风所继承的洞天焚世经 曾经由王爷之手 才成为宫是一族的镇族传承 这步道经的奥秘 苏义也远比龚南风更清楚 这等情况下 面对龚南风的攻击 苏义想都不用想 就能为补仙之 料敌于仙 自然的 也就没有多少威胁可言 就见苏义随意立在那 身影自食之中不曾挪动过 可却在轻描淡写之间 就将龚南风的攻势 那从容自若的姿态 让不知多少人震撼和胆寒 龚南风都不禁吃惊 内心憋闷 他早察觉到 无论自己动用何等杀招 仿似都会被沈默一眼识破其中玄虚 从而一举破之 这简直害人听闻 让龚南风都有一种浑身上下 所有秘密早已被对手全部识破的感觉 怪不得你还未曾踏足先王静 原来还未参悟出将十栋天融合为一的途径 苏义清语 说话时 他猛得一阵袖 哄 满天刀光崩碎 无尽神雁炸开 天摇地动之中 龚南风整个人倒飞出去 足足在数百丈外站稳身影 全场震动 无不瞠目 此刻的龚南风 披头散发 面颊苍白 身后那阴线出的十个洞天虚影 都变得暗淡 在明显已被沈默这幅秀之力重挫 而沈默 至今不曾被撼动一丝 开战到现在 他甚至都没有挪动脚步 高下立判 为何不动用宝物 苏义问道 龚南风深呼吸一口气 冷冷到 大到争风 争的就是一口气 你不动用宝物 我自不懈动用 苏义一声审笑 道 这么说的话 你已经败了 龚南风顿时沉默 神色明灭不定 他拿会不清楚 自己何止失败了 若对方全力出手 自己怕是早已被淘汰出局 一时间 饶食的心境尖银如铁 也不禁心生挫败之感 无法想象 这世上怎会有这样一个可怕的 师兄 我们一起上 就无信拿不下他 岑白里咬牙说道 龚南风却咬了摇头 道 我说过 书得起 他抬眼看向苏义 道 不管你为何会讽刺 我公是一族位太清教效命 但我要告诉你 我公 说吧 他捏碎保命信服 那置地有声的话语 还在场中回荡 他的身影随之消失不见 无疑 龚南风认输 自己离开了天圣摩山 这一幕 让在场众人心情起伏 无法平静 任谁都没想到 龚南风这等最受瞩目的绝世仙军 竟都难以撼动沈墓 不得不认输离开 不曾愧对列祖列宗 希望如此 苏以心中轻语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 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摩仙 摩利 第1687章 点播 苏以环顾四周 那 还打算一起上吗 众人面面相觑 于林峰败了 连弓南风也败了 这让在场众人的斗志都不禁动摇 诸位 以我看 不如彻底搏一把 败了 无非被淘汰出去而已 谈不上什么损失 翁长风语气淡漠开口 可若赢了 局势也就有了转机 一番话 顿时让许多人心动 苏以我了一声 迈不朝翁长风走去 那就试试 翁长风 眸子中杀鸡一闪 抱贺道 诸位 此时不出手 更待何时 杀 他直接寄出一尊倒印 暴杀而出 同一时间 一些爵士先军彼此对视 也猛着一咬牙 直接出手 朝苏以为杀过去 豁出去 不要此地造化 我也要干着家伙 简直目中无人 不错 弄他 杀 那喊声震天 在场那些先军 全部出动了 一个个如狼似虎 神威滔天 不知道的 还以为苏以干出了 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 甚至 连汤语言也被一群先军针对 遭受到围攻 为我捉云逃得最快 远远避开 根本不敢掺和 而此时 苏以早已失去耐心 不再迟疑 打算速战速决 枪 如朝剑银响彻 就见苏以身影一展 密扎扎的剑气呼啸而出 伴随着他一起 朝那些对手杀去 轰隆 剑气席卷 一剑剑宝物被阵飞出去 七八个先军直接被碾碎躯体 血洒虚空 关键时刻 不得不捏碎保命 幸福逃命 而伴随着苏以下狠手 一个人而已 在混战之中 红冲直撞 索相逼迷 什么通天密法 什么玄妙宝物 全都不堪一击 如炮影 被为无匹的剑气破开 而在苏以所过之处 直似风卷残云 镇压一个个对手 有人躯体四分五裂 惨叫震天 有人神魂遭受重击 仓皇逃窜 便是那些绝世仙军 都和土鸡挖狗 没什么区别 被一一击溃 下场凄惨 何苦来哉 远处 卓云唏嘘 脑海中浮现一句话 慈悲不肚自觉人 可恶 岑百里惨叫 他被一剑劈在屁股上 血肉模糊 整个人兜疼地蹦起来 上在半空 就被苏以一巴掌呼在身上 躯体随之崩碎 性命攸关的时刻 不得不带着无尽的屈辱 选择捏碎保命 幸福逃命 轰隆 天地动荡 剑语如铺 汤语烟那边 正在围攻他的四位仙军 对庞陀剑语覆盖 一个个全都被劈得血肉模糊 当目睹这一幕 之前还号召众人一起围攻 苏意的汪长风一声不吭 转身就逃 速度那就一个快 卓云剑词 都不禁暗骂一声卑鄙 他身影横移 阻阶前路 拎着那块板砖式的宝印 就朝汪长风砸去 下手那就一个狠了果断 都不带眨眼的 哼 汪长风身影一晃 他虽挡住这一击 却被震得一身气血翻腾 卓云 你不是不掺和吗 汪长风气急败坏 卓云神色悲悯 道 贫僧六根不敬 之前被盗友骂了一句怂包之后 心意难平 根本管不住我这只手啊 说着 轮起宝印 就狠狠砸过去 哼 汪长风本打算逃走 可又一次被砸得身影受阻 一时间 气得牙齿都快咬碎 你看 我这只手根本就不听话 非要砸你 大概 这就叫六根不敬意难平吧 卓云窥叹 神色愈发悲悯 和他下手却无比凶残 轮起宝印 对汪长风一阵狂轰乱砸 一时间 汪长风都找不到逃顿的时机 完全被卓云牵制住 沈木 我都已认输 何必赶尽杀绝 蒙地 远处传来费真愤怒的大叫 旋即 这大叫就被惨叫声取代 汪长风心中一颤 眼角余光中瞥见 师弟费真 直接被一道霸道的剑气劈中 整个人都被匹成两半 最终 仅仅只有神魂逃过一劫 凭保命信服捡回一命 而此时 场中那些新军 竟已经被清剿一空 当看到这一幕 汪长风都不禁彻底胆寒 恶狠狠瞪了捉云一眼 突驴 你给老子等着 说着 他一把捏碎保命信服 身影凭空消失不见 等着就等着 到时候贫僧必大发慈悲 为你超度 卓云嘀咕 旋即 他不禁正著 这才发现 战斗早已结束 场中除了他之外 就只剩下沈墓和汤鱼烟两人 卓云深呼吸一口气 犹然赞叹道 礼赞无量受佛 神道有知风采 直死天上大日 足可独照天下 贫僧看来当时仙君之辈 当以道友为尊 古往今来 也找不出能够和道友比肩者 他滔滔不绝 不吝赞美 让汤鱼烟都感觉一阵不自在 有这么当面六须拍马的吗 你可是莲华寺的爵士仙君啊 能不能有点佛门传人的风骨 你想和我一起去那座太荒秘境 苏亦目光看过去 似笑非笑 卓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干咳道 若是可以 还望道友提携 捎带贫僧一把 苏亦直接拒绝 不行 卓云一正 欲言又止 最终 他窥叹一声 转身而去 他心中的确想着 趁此机会 或许能和苏亦结下善缘 可很显然 对方拒绝了 忽地 他耳畔响起一缕声音 也罢 既然你修炼的是莲华菩提经 我姑且点拨你一二 什么时候 你若能参悟出菩提 无我心的妙地 便可立地成佛 正道成王 一番话而已 却让卓云如遭雷击 身影停顿在那 整个人愣住 菩提无我心 无我心 无我 我明白了 菩提万叶 妙法万千 最容易一叶障目 至于我 便是那遮蔽心境的一叶菩提 唯有破此执念 无我两望 方可破镜而上 正道妙境 这便是所谓菩提本无数 宁静一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一下子 卓云直死捅破了窗户指 内心涌起无数感悟 大有醍醐万顶之感 虚久 卓云唇边泛起一丝笑意 他感应道了 不出一年 必可破镜而上 他豁然转身 神色装促 七手合十 道 多谢沈道友 刚说到这 他才莫得发现 场中早没了苏义的影子 只有汤语烟立在那 你终于清醒了 汤语烟忍不住笑起来 眼神一样 卓云正了正 道 神道友他已经进入那座太荒秘境 汤语烟点头道 半个时辰前 他已窥破那座道坛的奥秘 进入其中 可惜 那入口只允许一个人进入 之后便彻底消失 不见 半个时辰前 卓云这才猛地意识到 自己之前竟陷入那动物中这么久 吻了吻心神 他问道 汤道友 你可知道神木神道友 究竟是何方神圣 之前 一句话而已 竟点破自己面临的破镜避障 这简直匪夷所思 须知 他所修炼的 乃是莲花菩提经 在整个莲花寺内 能够参悟和休息这门到藏的 也只寥寥数人 目前为止 就是他们莲花寺那些老人 都无法在修行上 给予他多少帮助 换而言之 要想破镜而上 只能靠他自己去琢磨 可现在 沈木这样一个外人 却似对他的一切了如指掌 甚至还清除他所遇到的瓶颈 一句话而已 就彻底点醒了他 这让他如何不震惊 这和点花之恩都没区别 冷静之后 卓云最终推断出 这沈木必然和他们莲花寺 有着极为深厚的渊源 甚至对莲花菩提经的 奥秘了如指掌 否则断不可能办到这一步 这让卓云情不自禁想起 当初第一次败在沈木手底下时 对方曾一举破了他的菩提万叶身 也曾谈起他们莲花寺祖师涅体 汤语烟叹道 我还以为 道友早清楚沈木的来历 还打算问一问道友呢 卓云而然 你也不知道 汤语烟道 绝无虚言 卓云沉默了 想起沈木曾说过的话 佛门讲一个原法 什么时候原法来了 你自然清楚 罢了 无需抢求 以沈道友的风采和底蕴 在此赐天授大会之后 必会名扬天下 到那时 其来历或许便可一清二楚 说吧 卓云转身而去 汤语烟眼神古怪 按道只要我汤家不泄露沈木的身份 谁能想到 沈木便是苏义 须知 先济天下都清楚 苏义是与敬修为 而苏义所假扮的沈木 由于穿着天幻冰蚕丝炼成的法袍 早被人当作是一位绝世先军 直至目前 也无人识破 这等情况下 谁又能把他和苏义联系起来 不过 卓云和尚说的也不错 历经此次天兽大会 沈木这个名字 注定将冥阳四海 惊动世间 汤语烟心中难难 只剩下三天 天兽大会就将落幕 而龚南风 翁长风 陈白礼等绝世先军 早已被苏义淘汰出局 仅仅只论战绩 如今的苏义 已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压盖一众绝世先军 与此同时 苏义的身影在一座 秘境世界中跋涉 到处是贪皮破败的景象 整个秘境世界 都似快要彻底毁掉 一路上根本找不到 任何值得留意的事物 直至许久 苏义呼得顿足 听到了一道惨叫声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肖锦鱼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688章 灵魂战偶 外界 那巨大的道场上 气氛压抑 一众心亡沉默 眉梢间尽是惊仪 不远处 立着刚刚被淘汰出局的 龚南风 残百里 翁长风 费真等绝世先军 最惨的就是费真 躯体都被劈开 只剩下神魂逃出来 哪怕他以后能够重塑到区 必然会影响其道图 事情的经过 在场众人都已了解到 一时间 所有人都被震撼到 无法平静 又是那个沈木 两天前 列空山之战 塔利亚六位绝世先军 而今天 他更是一举挫败龚南风等 十四位绝世先军 这等战绩 简直惊世骇俗 这沈默会不会有问题 呼的 太惊叫一位先王沉声开口 眸光闪烁 以前是好 可根本没听说过 仙界有他这样一个绝世先军 事出反常必有要 我很怀疑 他的身份有问题 全场骚动 都惊疑不定 汤家老祖汤金洪冷亨 道 众所周知 天生磨山的天地规则 可无法让先王人物进入其中 哪怕隐藏修为都不行 这也就意味着 沈木所取得的那些战绩 凭借的乃是自身实力 这一点 相信那些败在沈木手底下的人 应该最清楚 说着 他目光一扫龚南风等人 无人反驳 汤金洪继续道 这等情况下 你谢奎元却怀疑 沈木的身份有问题 不觉得可笑 我也仅仅只是怀疑罢了 太秦教先王谢奎元灭 无表倾道 等天寿大会结束 那沈木出来后 我等盘问一番 便可看出 此子是否有问题 不错 正当如此 太教那边 一位先王复合道 若这沈木真的没有问题 自然不怕被查验身份 汤道兄 你觉得呢 这件事 必须查一个一清二白 很快 在场那些先王纷纷表态 汤金洪眉头皱起 最终 他没有说什么 汤灵旗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内心不禁担忧不已 他哪会看不出 这些大势力的绝世先君败的太惨 让那些先王恼羞成怒 才会将矛头指向苏义 麻烦了 汤灵启心中暗叹 木秀于林 封闭催之 苏义在此自天守大会表现太过惹眼 反倒被盯上了 这是汤灵启之前万没想到的 天圣魔山 那一处从太荒时期遗留下来的秘境世界中 苏义顿族 只觉得那一道惨叫声竟有些熟悉 他当即朝惨叫声传出的方向略去 很快 一座一立在废墟中的青铜大殿 映入苏义眼帘中 那座大殿族有千尺高 历经万古岁月的侵蚀 竟不曾损坏多少 反倒凭天一股古老庄重的韵味 抵达此处 那一道惨叫声再次响起 一下子 苏义响起来了 这是竹游大鹏鸟的声音 当初在白鲁州太武山遗迹 这满嘴脏话的贼鸟 曾和天蒜子一起出现 难道天蒜子那老混蛋也来了 可他是如何带着那贼鸟进入的此地 苏义惊诧 须知这可是天兽魔山 天地规则根本不允许超出 仙君层次的强者进入 撕寸时 苏义直接迈步 朝那座青铜大殿掠去 青铜大殿内 竹游大鹏鸟瑟瑟发抖 蜷缩在那 眼神写满惊惧 一侧 天蒜子咬牙齐齿 神色阴晴不定 他果寿林寻的身上 都不满血淋淋的伤痕 头发蓬乱 模样颇为狼狈 而在远处立着一个身影 魁梧高大 浑身覆盖在黑色甲皱中的男子 那黑色甲皱早已残破 袖极斑驳 可依旧难掩那高大男子身上 凶悍嗜血的气息 最让人触目心惊的是 一条拇指粗细的血色锁链 从他双肩处贯穿而过 沿着胸膛直至腹部 分别被凿传一个血窟窿 被那一条血色锁链牢牢缠住 一眼望去 直似被囚禁的一尊凶神 男子面部覆盖在盔甲中 只露出一对淡漠 冷酷的眼瞳 毫无情绪波动 他静静立在那 一动不动 一点气息也没有 可看着这高大的甲皱男子 天算子眉梢间尽是无奈和忌惮 去 再试试 天算子一咬牙 拍了一下竹游大鹏鸟的脑袋 那贼鸟破口大骂 打死老子都不是了 要去你去 老子可还没活够呢 之前他多次出手 尸出浑身解数 可每一次都被那甲皱男子 一巴掌死死按在地上 一顿狂揍 那叫一个惨绝人寰 到现在 他翅膀都快要折断 骨骼都快裂开 细细掩掩 你敢心就这样走吗 天算子指着那甲皱男子后方 那里有着一座 御师铸就的倒台 倒台之上 悬浮着一口才六寸长的 黑色石棺 石棺朴实无华 小如发簪 毫无点缀 可任谁都能看出 那六寸石棺 是一件了不得的宝贝 我敢肯定 不只是那六寸石棺 就连那座轻浴道台 也非同小可 捞印着一股 奇异的混沌本源力量 若能将这两件宝物夺到手 你我以后何愁 无法孝心界 天算子飞快开口 进行诱惑 想一想 你以后难道不想 骑一条母龙玩一玩 竹游大鹏鸟 不得不说 他很心动 非常心动 可他更清楚 自己就是拼了老命 也和找死没区别 那甲昼男子的实力 太过可怕 若非甚至有些浑恶 只会傻乎乎 镇守在那座倒台前 以甲昼男子的实力 早弄死他 不知多少回了 这贼鸟眼中咕噜噜一转 道 老东西 你不是能掐会算吗 为何却算不出该如何破局 天算子没好气道 老子就问你 去不去 不去 竹游大鹏鸟 不假思索 怕 天算子一巴掌狠狠 打在这贼鸟脑袋上 骂道 真他娘是个废物 早知道 就该把你大蟹八块烤熟吃掉 你不去 老子去 说着 他撸起袖子 猛得一咬牙 大步前冲 一拳朝那甲昼男子砸去 自始至终 那甲昼男子 板如泥塑雕像般 一动不动 可当天算子这一拳打来 他那淡漠冷酷的毛子中 骤然浮现一抹湿血般的光泽 一上拍出 哼 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天算子整个人被轰飞出去 跌落在大殿之外的台阶上 他浑身抽搐 鼻青脸肿 狼狈凄惨 原来 那一巴掌直接抡在了他脸上 鼻梁都被打断 鲜血直流 竹游大鹏鸟不厚道地 吭哧吭哧笑起来 幸灾乐祸 草 把我逼急了 飞 天算子破口大骂 刚说着 一道淡然的笑声响起 果然是你这老混蛋 天算子浑身一僵 猛地扭头 就看到一个身折道袍 头盘到鸡的男子走来 他正了正 惊喜道 哎呦呗 这不是我一父一母的好兄弟吗 你居然也来了 他蹭得从地上趴起身体 就要上前给苏伊一个大大的熊抱 结果被苏伊嫌弃的一把推开 那竹游大鹏鸟恶然 道 老东西 你什么时候有了这样一个好兄弟 天算子满脸红光 笑呵呵道 有眼无珠的蠢东西 没看出来这是你苏伊吗 竹游大鹏鸟瞪大眼睛 蒙得想起来对方是谁了 那个名叫苏伊的年轻人 他嘖嘖赞叹道 乖乖 这等一容术可了不得啊 竟瞒过了本作的竹游之童 当然那是因为本作没用动用这等神通 否则注定是瞒不住本作的 苏伊没有理会这些 副手于背 竟自走进大殿 一眼就看到了那身负甲州的高大男子 以及后方的那座倒台和六寸石棺 跟我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苏伊目光望着那甲州男子 心中衣领 这家伙身上的气息极为古怪晦涩 充斥着一股嗜血般的危险波动 铁蒜子迈步走上前 道 那家伙应该是一具从太皇时期活下来的灵魂战偶 极丹可怕 哪怕他的本源力量已快要耗尽 可依旧拥有轻松震杀妙境先王的实力 说着 他一只竹游大鹏鸟 这贼鸟虽然不堪了一些 可好歹也是老秃子亲自调教出来的先王 足可弄死妙境后期的先王 可这贼鸟刚才却被那灵魂战偶一巴掌就镇压在地 根本没有反抗之力 竹游大鹏鸟顿时不满 朽要拿我举例 你不是也一样啊 苏伊不禁动容 一具从太皇时期活下来的灵魂战偶 竟还能轻松碾压竹游大鹏鸟 这的确很不可思议 让人无法想象 这灵魂战偶最巅峰的时候 又该拥有着何等可怕的实力 所谓灵魂战偶 就是傀儡的一种 不过 灵魂战偶和寻常傀儡不同 拥有神魂 除了躯体是有宝物炼制之外 和活人没有区别 一些精妙的灵魂战偶 甚至可以通过不断催炼灵魂和躯体的力量 时任一次次蜕变 而眼前这具灵魂战偶则更为特殊 原因很简单 它是从太皇时期活下来的 想一想 那堪称太静仙宝的金色兽皮 在无尽岁月的侵蚀之下 本源力量都已快要消耗殆尽 可这具灵魂战偶 在这无尽岁月的消失中 却奇迹般活了下来 并且可以轻松碾压竹游大鹏鸟 这忍谁能不震撼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一千六百八十九章 六寸石关 天蒜子道 不过 这灵魂战偶的脑子应该是出了大问题 神志浑恶 只要不接近那座倒台 它就和一块木头也没区别 那块倒台 苏一目光望过去 你可看出 那是何等宝物 天蒜子眸光闪动 道 我大致能看出 那应该是一座由混沌武士铸造的物倒台 若能在旗上修炼 可进入顿物般的修炼境地中 妙不可言 哥在当时都称得上一等一的绝世瑰宝 只有那些巨头势力中才能见到 至于那一块六寸长的黑色石关 说到这 天蒜子摇了摇头 我也看不透 除非能将此物开启 否则 怕是无人能看出此物的来历 苏一点了点头 可以肯定的是 无论是那座倒台 还是六寸石关 必然都和那灵魂战偶一样 是从太荒时期盐村下来 苏一问道 你们又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竹游大鹏鸟顿时激动地破口大骂起来 那老混蛋说 在此四天守大会上 会有一头紫电金雕参与进来 老子就屁颠颠跟着来了 谁曾想 毛都没见到 完全上了那老混蛋的当 他妈妈咧咧 满腹忧怨 满嘴脏话都不带重样的 天蒜子居里干咳 道 若不是你色米心翘 岂会跟着老子来 说着 他面朝苏义 干笑道 当初我也是听说 这天守魔山出现了 一座太荒时期盐村下来的秘境 才忍不住好奇过来看看 可惜呀 机缘尽在咫尺 却无计可施 苏义明白了 以天蒜子这老家伙的手段 要想避开天地规则的阻挡 进入这天守魔山 绝非什么难事 你为何不动用你那件大杀器 苏义呼得道 他很清楚 这老混蛋有不少压箱底的禁忌宝物 其中有一块黑乎乎的旗帆 甚至能威胁到太近人物 若非如此 这老混蛋也不可能成从 仙允时代以前一直活到现在 至今还活蹦乱跳的 非生死攸关之时 不能用 天蒜子叹道 否则 比造天谴 我这把老骨头 早已万劫缠身 哪还能经受住这等折腾 忽意琢磨了一下 道 我去试试 天蒜子大喜 道 有你出手 何愁弄不死那灵魂战悟 竹游大鹏鸟 折扑冷水 抬起爪子指着自己 小家伙 你看看本座 浑身都差点被打爆 就你那点道行 根本就不够看 本座劝你还是别上当 那老混蛋的话也绝不能相信 天蒜子一个箭步冲过去 一巴掌打在这贼鸟头上 你个扁毛柱上 又懂个屁 对此 苏义直接无视了 这一牢一鸟 就是对活宝 越和它们扯淡 就越扯不清楚 枪 苏义掌心一番 人间剑浮现在掌心 如若琉璃般的青色剑身 质朴古捉 弥漫着神秘如梦幻般的 点点光雨 此剑 它也很久不曾动用 无它 不曾遇到真正可堪一决的对手 以此剑的品相了不得 竹游大鹏鸟嘖嘖唱起 它一眼看出 人间剑蕴藏大旋机 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神兵利器 天算子心中嘀咕 寻常先见又怎可能配得上这暴君 苏义屈指一旦见身 以神奇迹悄然鸿鸣 瞬息间 他已将全部到航运转到极尽空前的地步 哼 他以身威势 如神剑出世 令得整座大殿都随之举颤起来 那身负甲昼的灵魂战悟极端恐怖 让苏义也不敢有丝毫大意 还被动手 以穷尽全力 乖乖 他究竟是什么修为 这一身的剑微镜如此恐怖 竹游大鹏鸟震惊 谋则泛起玄傲的光泽 似是要将苏义身上的秘密全部砍破 可这一瞬 天蒜子一巴掌紧紧捂住他的眼睛 迪鹤道 拿竹游之童去窥探他的秘密 作死 竹游大鹏鸟躯体一将 心中震荡 这是何意 一个语境年轻人而已 难道身上还藏有无比禁忌的秘密不成 他不敢再造次 收起神通 老老实实地和天蒜子一起 看向了苏义 随着苏义迈步 哼 他一身剑以节节攀升 不断凝裂 手中人间剑也随之发出激昂的轻盈 恐怖的剑尾激荡而开 整座大殿震颤的欲发厉害了 啥 远处身负甲咒的高大男子 似有察觉到 豁然看向苏义 那淡漠冷酷的眼眸深处 有嗜血般的光泽涌动 天蒜子和猪幽大鹏鸟接心中发紧 浑身发寒 他们都见识过这灵魂战偶的可怕 情不自禁都替苏义捏了一把汗 被那高大男子盯住 苏义也感到扑面而来的压力 刺激了他浑身肌肤悄然紧张 他不敢大意 这灵魂战偶太强 能轻松碾压仙王 仅凭他目前的实力 哪怕就是去拼命 都注定不是对手 故而 苏义没有迟疑 在出手那一瞬 直接动用了九玉剑的气息 可就在这一瞬 一遍陡声 汪 那坐到台上方 六寸长的黑色石棺 似数到刺激般 剧烈颤抖 释放出一圈连一般的污光 而后 似乎凭空一闪 似如烟龟超班 来到苏义身前 而后绕着他不断飞舞 似无比欢喜雀跃 天算此 竹游大鹏鸟 两者都傻眼了 大战即将一触即发之际 谁能想象 会发生这样不可思议的变化 就是苏义都不经一正 强自安纳住 那虚实已久的一剑 而后 他就明白了 自己是海中 那缠绕在九玉剑上的 第五条神链 在此刻摇晃摩擦起来 似从沉寂中苏醒 不 还谈不上苏醒 就像感应到什么 让这条神链随之共鸣 从而引发了这一场异动 再看那一口不断 在自己身边 欢快飞舞的六寸石棺 苏义娜还会不明白 此物 必然和自己的第五室有渊源 一时间 苏义心争波澜起伏 自融合了第六室王爷的道业之后 至今也有一年多了 可时至如今 他也不清楚就遇见上那 第五条神链所封印的 第五室力量究竟是谁 而现在 似乎出现了一条线索 自己的第五室 难道是曾经活在仙界太荒时期的人物 苏义思绪如飞吗 若如此 眼前这座青铜大殿内的道台 灵魂战偶 会否也和那六寸石棺一样 和第五室有关 但想 苏义摒息杂念 收敛一身气息 他抬手一招 那一口六寸石棺就落入掌中 此物看似纤细如簪子 可却无比成正 简直像拖着一座巍峨大山一般 这他娘叫什么 身官发财 天算子经不住惊恶怪教 打破脑袋都没想到 被他垂涎万分的一件神秘宝物 竟就这般对苏义投怀送报 竹游大鹏鸟难难道 这应该叫宝物只增有缘人 若非有缘 怎会让宝物自投罗网 真他娘没天理了 两者对比自己之前惨遭的那些毒打 在看着苏义抬手间 就收走一件了不得的神秘瑰宝 心中那叫一个苦涩 憋闷和嫉妒 而还不等两者反应 一幕让他们瞠目结舌的景象上演了 就见那身负甲昼的高大男子 呼得单膝跪地 头颅低垂 双手抱拳 道 属下雷泽 宝营主上归来 声音沙哑干涩 却铿锵有力 如金戈铁马冲锋陷阵 自有肃杀之气 全场死忌 天蒜子眼珠子差点掉出来 难难道 他他 什么情况啊 这是 竹游大鹏鸟 邪虎 震探娘邪虎 苏义都不禁证住 主上 宝营自己归来 难道说 这自称雷泽的灵魂战偶 真的是自己第五世所留 他孤不得去查探那六寸石棺 道 你为何会称我为主 他眼眸紧紧盯着对方 那甲昼男子抬起头 原本淡漠冷酷的眼神中 却充满枉然 道 我 我不清楚 他眼神不断变换 自努力在撕捲什么 可最终却发出一声低沉的痛苦闷哼声 那高大的身影都在剧烈颤抖 天蒜子连忙大叫 这家伙神魂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快别让他想了 否则必会伤到他自己 苏义心中凛然 道 无需再想 起来吧 惹 甲昼男子掌声而起 他眼神重新恢复淡漠和冷酷 毫无情绪波动 立在那 简直像一座高大的雕像般魁然不动 天蒜子走上前 指着苏义手中的六寸石棺 或许就是因为此物出现在你手中 才让这家伙误会了 把你当作了他的主上 苏义眼神一样 他没有解释什么 天蒜子或许清楚他是王爷的转世之身 可注定不清楚 他还有其他前世身份 可惜了 这灵魂战狐神魂残损严重 否则一定能问出许许多多大秘密 天蒜子叹息 很是遗憾 想一想 一个从太皇时期活下来的灵魂战狐 实力还那般恐怖 其来力注定非同小可 摇了摇头 天蒜子的注意力就被苏义手中的六寸石棺吸引 颇不及待到 快打开看看 那其中究竟藏着什么 竹游 大鹏鸟也贼溜溜地把脑袋探过来 眼神写满好奇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 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690章 一线天机 六寸石棺通体漆黑 向夜空搬明镜剔头 拖在手中 如托威鹅神山 它太重了 也很神秘 仅从表面根本看不出任何玄机 苏义也好奇 这件和自己帝巫室有关的宝物内 究竟藏着什么 遗憾的是 它尝试多次 也无法开启这口石棺 哪怕动用久遇见的气息 也仅仅只让此物产生一阵颤抖 让我看看 听算子不甘心 将石棺拖在手中捉摸起来 可最终 他也失败了 满脸的无奈 你可知道这是何物 苏义目光重新看向那身穿甲州的高大男子 高大男子这次不假思索 道 主上所封印的剑棺 剑棺 一把剑的棺材码 苏义不禁吃惊 该出于怎样的考虑 才会为一把剑铸造这样一口棺材 天算子忍不住道 雷泽 你还知道什么 甘州男子没有动静 置若罔闻 瞧不起人事吧 天算子气恼 不过 他也算看出 这名叫雷泽的灵魂战物 明显只对苏义言听几从 那此物该如何打开 苏义再问 甘州男子道 属下不知 两人一鸟 苏义揉了揉眉雨 最终作罢 收起了这六寸石棺 他心中暗道 等第五世道业力量真正觉醒时 定然可以开启此物 咦 这家伙身上的血色锁链有些不对劲啊 天算子乎的怪叫 怎么有点像仙允时代那一场浩劫的气息 苏义凝目望去 甘州男子身影魁梧高大 似一座小山般 身上的甘州残破陈旧 而一条拇指粗细的血色锁链 贯穿他的双肩 沿着胸腹层层缠绕 触目惊心 仔细看那血色锁链 像扭曲猙獰的奇异道文般 弥漫着一缕不易察觉的灾结气息 苏义略意端详 眉头皱起 目光看着甘州男子 问道 这条血色锁链是怎么回事 甘州男子 毛子泛起嗜血般的光泽 旋即 他浑身站立 露出痛苦之色 声音沙哑道 神祸 话一出口 甘州男子闷哼一声 眼神涣散 变得有些呆滞起来 似乎刚才仅仅回答苏义一个问题 就让她的神魂承受不住 遭受到严重的冲击 神祸 苏义心中一领 想起在金色兽皮上看到的那一幕景象 太荒时期 诸神发动一场神秘而恐怖的禁忌浩劫 屠露世间的太静强者 当时 那曾追随在洛长宁身边的黑衣老奴 都是在那一场浩劫中允命 而按照苏义推测 那样的浩劫 应当就可以称作是神祸 在当今世上 那些躲藏起来 引识不出的太静老怪物 同样也是在躲避类似的神祸 无疑 这名叫雷泽的灵魂战悟 同样遭受到这样的神祸 那插入其体内的一条血色锁链 就是证明 神祸 天人武帅之间嘛 怪不得我看着如此眼熟 仙允失代的时候 此等劫难就曾出现过 莲华寺的清局和尚 当初就是在那一场神祸终身允盗销 天蒜子吃惊道 只是 这家伙在遭受神祸之后 竟还能扛到现在而没死 这他娘也太猛了吧 须知莲华寺的清局和尚 乃是他足先道之巅的法巅佛尊 一位名副骑士的太景存在 连清局和尚都丧命在那场神祸中 可想而知那等劫难何等恐怖 这等情况下 一具太荒时期活下来的灵魂战悟 竟能在遭受神祸之后 还能在那漫长的岁月中活下来 这简直匪夷所思 竹游大鹏鸟倒吸凉气 你的意思是 这家伙巅峰的时候 堪比太近人物 很有可能 天蒜子眼眸狂热 真无法想象 在那遥远的太荒时期 该是何等强大的一位存在 才有能耐炼制出 这样一具灵魂战悟 苏伊自顾自走上前 看着那甲州男子 敏锐察觉到 这条血色锁链 带给甲州男子的伤害太大了 或许 若不是遭受神祸 这甲州男子的神魂 也不会被损坏那般严重 站着别动 我帮你解除身上的神祸 苏伊吩咐一声 静字赏钱 竹游大鹏鸟本欲劝阻 和呼地响起 上次在太吾山一记时 这年轻人就曾出手 帮自己驱出体内的神洁力量 顿时就打消了劝阻的念头 翁 一缕晦色的轮回气息 在苏伊之间缠绕 随着他抓住那甲州男子身上的 血色神炼 顿时响起一阵密集的碎裂声 咔嚓咔嚓 那血色神炼一寸寸断裂 化作细碎的光雨 完全被轮回的力量磨灭掉 没有意外发生 一切都那般顺利 而此时 苏伊进一步意识到 轮回是何等禁忌的一门大道 就如那洛长宁所言 诸神之所以害怕轮回 就在于轮回能够彻底 剥夺他们所执掌的机缘秩序 而所谓的神祸 神节 归根到底 极可能就是由诸神 所掌握的机缘秩序所化 想明白了这些 苏伊就如打破了内心的忌惮 大有所谓神节和神祸 也不过如此的感觉 血色神炼消失后 甲州男子浑身涌起一阵 璀璨的金色神艳 如火般燃烧 整个人似从智孤中解脱 焕发出一股强盛的生命力 他已对原本呆滞目燃的眼眸 都涌起一抹神采 而后 他再次单膝跪地 低头抱拳 道 多谢主上 声音沙哑低沉 低着一丝本能的激动 还不等苏伊问询 甲州男子沉声道 还请主上恕罪 属下身魂破损严重 魂魂恶恶 眼下只恢复一丝清明 但很快 就会再次陷入魂恶之中 不过 虽无法回答主上的问话 和只要主上一声令下 属下逼万死不辞 声音铿锵 至低有声 天算子林王催促道 快趁此机会 问一问他口中的主上是谁 声音刚响起 就见那甲州男子 眼神已变地浑恶起来 连身上那涌动的强盛 生命波动 都悄然内敛 天算子 苏伊道 打他那些已不重要 等以后 我自会帮他修复神魂 重塑道区 到那时 他必可恢复全部神志 说着 苏伊已经迈不朝远处那座倒台行去 天算子和竹游大鹏鸟连忙跟上 这一次 灵魂战偶雷则没有阻止 那倒台通体如轻欲 弥漫着混沌般的厚重古老气息 果然不出所料 这是一块混沌母时炼制的物倒台 世界难得一见的矿石道宝 天算子满脸喜悦 眼睛冒光 就这一件宝物足可让那些巨头势力强迫头 竹游大鹏鸟也垂涎万分 直流哈喇子 可旋即他就惊叫道 这玩意怎么这么多厉害 顺着他目光看去 果然就见倒台底部 出现许多如竹网般的厉害 四块要崩碎般 天算子心中咯噔一声 骂骂咧咧道 操 我明白了 归根到底 这宝贝在神意 在无尽岁月的侵蚀之下 也已快要腐朽崩快 说着 他火急火燎 爬上道台 一屁股坐在上边 趁此机会 我先感悟一番 看能否参悟到 话还没说完 天算子呼地露出奇怪的表情 毛光渐渐恍惚 如痴如醉 正正不语 身有无外 同一时间 一缕缕混沌物碍 从道台上弥漫 涌入天算子体内 也给他的身影 蒙上一层神秘韵味 这老东西 一点都不知道谦让 竹游大鹏鸟极度 也心仰难难 他一看出 天算子已进入一种 顿雾般的境地中 这实在不可思议 刚才还急急歪歪说话呢 眨眼间就开始顿雾了 苏义也不禁动容 意识到这座悟道台的神意 前世王爷在巅峰时 也曾在太武山上 炼制一座悟道台 在整个仙界都极为有名 号称是悟道圣地 他那一些踏足太静的老友 都对此赞不绝口 可相比起来 眼前这座悟道台要更神意 乃是从太荒时期严存下来 由神秘的混沌武士炼制 其中蕴含的玄机 极可能也牵扯到太荒 十七最原始古老的大道之密 深点滴流逝 半个时辰后 天蒜子从悟道台上睁开眼睛 眉开眼笑道 妙 实在是妙 在此参悟 方似刹那间历尽万古变化 体会到大道演变之密 老子内心的一些困惑和谜团 也终于得到答案 他眉飞色舞 明显祸意肥浅 少嘚瑟 赶紧给爷趴下来 竹游大鹏鸟一爪子 把他扯下来 自己则冲了上去 很快 这贼鸟也陷入顿雾中 眼神恍惚 深游雾外 一点动静也没有了 苏一呼地扭头 看向天蒜子 你之前究竟感悟到了什么答案 天蒜子摇头道 天机不可泄露